大人的圖鑒 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東西是 大人的圖鑒 這一次大人的圖鑒系列商品 都是文具控好朋友分享給我們的 很開心 那因為裡面有一些系列和品項 是我自己個人非常喜歡的 所以我又額外再去把它補擺回來囉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大人的圖鑒有什麼好東西嗎 好 我們首先要來看到的就是 埃及系列 神神秘秘 首先來看到這個可愛的免費鬼筆袋 你可真是大不盡耶 這是神奇梅杰德 他是死者之書裡面登場的 名樣之神 那這一次的周邊裡面 這個筆袋大概是我前三喜歡的小物 畢竟你本來就是很喜歡筆袋的人種 是的 他除了正面和背面的顏色不一樣之外 我們看這裡面 還有非常豐富的彩色埃及風格插畫喔 Great 裡面暗藏了埃及小宇宙 它的容量也還不錯 放個十支筆和一些小工具也沒有問題 哇喔 非常可愛的金屬色調神奇書籤夾 我們來好好看一下 法老 梅杰德 還有阿努比斯 他們夾在書本上的樣子 他們只露出一顆頭 真的超級可愛 笑死 你看 他們並排在一起 哇喔 再來看到就是另外一款書籤夾 同樣呢 讓他們集體夾上本子 夾上去蓋上之後呢 只會露出眼睛 這兩款書籤夾真的超可愛的耶 我可能會願意為了他們多看兩本書 OK 我們繼續來看到這個貼紙啊 它除了香精編之外 材質上還多了一些紙的指紋感 是一種華貴又帶有埃及風格的感覺 這裡面包含了各種的埃及神奇 我們看埃及神奇啊 它有蠻多是以動物頭人生的形象出現的 像是青鳥類的頭 它還拿了紙筆 它是托特 智慧之神 那還有這一位啊 我們比較常聽到 胡狼頭的阿努比斯 還有這邊還有寫它是冥界之神 它會帶來靈魂去接受審判 那這一位啊 它是櫻頭人生的荷魯斯 它是法老的守護神 至於全身綠色這一位呢 它就是冥王歐西里斯 是不是很有收藏價值啊 完全就會捨不得使用 他們必須供奉起來 OK 繼續看這個膠帶 它其實有點像是霧面的PET材質 看起來好像比一般的PET更薄透呢 所以我們貼在本子上面拿來看一下喔 它的霧面質感 圖案也是華貴的神奇們 又濃又不失莊重感 那有興趣的朋友啊 也可以趁機來認識一下埃及的神奇 OK 我們來看 這三款金閃閃的丼飯 好多口味啊 想吃炸蝦還是生魚片都沒有問題 我是擔心啊 這樣子看一看書 會不會很餓 或許也有提醒書迷們看書不要太入迷 要記得準時吃飯睡覺的作用啊 好 那我們來看這一款 食物款的霧面PET膠帶 這就是和埃及那一款一樣 質感都很好 搭的時候也很順暢 各種飲料和甜點太奔配了 馬上思考一下下午茶要吃些什麼 真的是很真的下午茶系列啊 還有一種優雅的感覺 這系列真是看完不餓才奇怪 好 那貼紙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這個下午茶 圖案和剛才的膠帶是同個系列的 跟埃及的部分一樣呢 也是相近邊具有紙質感的設計 那下午茶吃不夠 這邊呢還有附贈熟食和點心的MIX款 這邊呢有可愛的卡路里附註味 天啊 貼貼紙的時候也要逼大家注意一下熱量 那不愧是食物的圖鑑啦 我們來看到恐龍系列 剛才開頭給大家看這個 A4資料夾 大家看一下 好閃啊 是不是太亮了一點 是不是很刺眼 18來 它這個資料夾其實做的還蠻細劇的 除了它有這種閃光之外啊 你看打開裡面 它有一個加上是兩層的 是夜店風耶 科幻風 真是的 會說話 真是 道歉 恐龍啊 這版面啊都有很多款的恐龍介紹 你看 超閃 我想這真的會是恐龍迷非常想要的圖鑑 它畫的是很擬真 而且又不失猛感 趕快收藏 來看這個三個恐龍書籤夾 它真的超可愛的耶 大人的圖鑑各種主題的書籤夾 真的是會讓你想要經常性的更換耶 而且它質感都還蠻不錯的啊 不管是露出一顆頭還是整個身體 它都蠻有戲劇的效果 這些恐龍真的可以滿足一些恐龍迷的夢喔 好 我們來看恐龍系列的最後 是貼紙 它的包裝喔 你看 是一個書的外型 好 我們打開裡面還是有一些具有知識性的內容 外型跟內涵很堅峻的 而且恐龍們超級多樣 沒錯 那你看喔 它小巧 可是設計得很精緻 搭上這樣子的質感很適合啊 就很像是恐龍的皮膚喔 會很想為它們拼上一幅大草原 讓它們在裡面奔跑解放多款恐龍 OK 我們來看這一款 我額外進補的樂器系列核紙膠帶 它和前面幾款的材質不一樣 貼在紙上的效果也還是不錯呢 像是在這裡啊 大家看一下喔 各種西洋樂器幾乎都出現了 像我這麼喜歡樂器的人啊 一定需要收藏一下 畫風又是萌萌的啊 又很有氣質設計感簡約啊 好 這個也是我額外購買回來的佛祖系列 這個佛祖啊 它同樣是我很喜歡購買的主題 我們先前有曾經介紹過類似的佛祖款 之前介紹的呢是比較輕鬆的Q版 那這一款比較寫實光重 我也希望它可以出貼紙啊 或是這個我最喜歡的大佛 它如果出成明信片我一定買包 真的不管是大佛還是金剛都設計的非常有質感啊 最後最後也是我額外進補 而且一定要買的太空系列 看看這些成堆可愛貼紙 你即將擁有一個銀河系 雖然說它的星球比例啊 並沒有到非常正確 但是呢還是很萌耶 這邊的太空船太空人也真是太欠收了吧 我很希望它的太空系列 可以把整個至少說太陽系的星球啊 都全部畫出來 那肯定是非常的精彩 這真的是讓人很想收藏 但又捨不得使用的圖鑑啊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WhyDairy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人的圖鑑 到底 以上就是我們大人的圖鑑開箱 我真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子可愛的圖鑑啊 真的是很感謝我們文靜空朋友的分享 尤其像是埃及啊太空 這些都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領域 如果你也喜歡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分享喔 歡迎留言 大家下次見啦 掰掰